人妖,变态,乐心 十年过去了,那些话,一字不落地,再次冲到周深面前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弹幕,他狂刷微博,他想知道观众的反应 骂他的人很多,但喜欢他的人更多,这些喜欢他的人还要帮他骂回去 周深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了,他知道有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 这些人里有被人嘲笑长得胖的小女生,也有跟他一样说话不够阳刚的小男生 还有一位特立独行被人指指点点的年轻人 他们在微博上给周深留言,告诉他,是他的声音在深夜给他们抚慰 而他的勇敢,让他们每次被人攻击时有地方可以汲取力量 在这些骂声下,周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一些眼在漆黑里的平凡生活 此时的周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厉害 他还有些自顾不暇 2017年,眼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发了专辑 周深很着急,因为他的唱片一年前就录好了 各公司迟迟没什么动静 是不是不发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歌要给别人唱了 那段时间,周深在家就像个怨妇似的 连爸妈都嫌他烦 专辑再不出,我就要量了 周深太少,怀疑乐坛已经不是20年前的模样 一个歌手会不会量,不看专辑,因为出了专辑,他也不一定会晃 2017年年底,周深的专辑《深的深》终于发片了 可比起朴述那张《我去2000年》,深的深没有一夜爆红 周深想要不量,还得继续参加综艺 于是,一年后,已经忙到不行的周深,还是犹犹豫豫地参加了一档新综艺《深入人心》 这一回,他的嗓音不再是问题,成了人人都想组队的香波波,倒是身高,给他的打击很大 36位演唱成员中,他个子最矮,在舞台上不追光,谁都看不见他 我都想过段谷增高 周深在《深入人心》演唱Memory 在周深湖南老家一直有一个迷信,说人遇到蛇后不用害怕 你站起来或者举起锄头比他直起来高,他就不敢咬你 周深遇到过一次蛇,那条蛇竖起来跟他差不多高 他拿起锄头,那蛇也没跑 周深每次感觉别人看不见自己时,他就会想起那只蛇 他一直觉得,说不定哪天他就消失了 浙江卫视搞的这一套签约歌手,是当年湖南卫视超女和快男完胜的 可这个叫做梦想强音的公司,根本没什么梦想,也不够强音 不少好声音选出来的歌手,都在这里被摸死了 周深也不例外,一直到2015年7月,公司才给他和李维一起出了一个翻唱专辑 要不是一个安人出手相救,周深现在很有可能跟李维一样,早就销声匿迹 那天已经很晚了,那英拉各群,他在群里留言,周深,这是高晓松老师,他有首歌想找你唱 周深不敢相信,他使劲而垂了垂床,高兴地在房子里蹦蹦跳跳了半天 高晓松告诉周深,他要给他出专辑,他要自桃腰包给他出专辑 我这辈子不惜代价制作专辑,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为了小柯,第二次是为了朴树,第三次就是为了周深 可那时候周深根本不知道高晓松老师对他这么深情 这是周深第一次进录音棚,什么都不会,缺点全都暴露出来 记得高晓松直问,你会唱歌吗? 哥最后是录出来了,可他干净的嗓音并没有像朴树一样,带来新世界的新希望 直到大鱼这个大馅饼硬生生落在周深头上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周深的声音一出,又让人想起1999年,朴树对着话筒说过的那句话 我要找到生活的美,把它们全表达出来 大雨火了,但周深仍然是个看脸叫不上名字的歌手 更可怕的是,有人喜欢他的歌,可一看到他的脸,反而厌恶起来 不男不女的骂声又卷土重来了 尤其是当他换上女装,踩上九厘米的高跟鞋 画名才不是什么幺蛾子 出现在蒙面唱江猜猜猜猜时 周深知道,自己要挨骂了 一开始是纠结的,不太想穿裙子去唱歌 这是我唱歌的一个卡儿吧 我想跨过反串这两个字 但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说成是反串 所以在想值不值地这样做 到现在周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勇气 他只是叮嘱化妆师,帮他把脖子上的痣盖掉 他害怕妈妈看见,认出他会哭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把自己掰开 在歌手之前,很多人对周深的印象都是 声音清透,但气场微弱 似乎不是一个表演型的歌手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已经习惯了到各个音乐节目上一轮游 很多节目愿意邀请这样一个歌手出现在自己的舞台上 因为他有个一招先,但是不愿意把他一直留下来 这样一个歌手,除了能上来展示一下自己独特的音色 还能带来什么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深并不觉得自己的音色是一份命运的礼物 小学时他在学校合唱团做领唱 同学们一个个开始进入变生期 但他没有,你不会觉得他是天赋 也不会觉得他是礼物 你就觉得怎么我跟大家这么不一样 周深说,一夜这个东西那时候就是我的一个玩具 获得一件玩具,能让人从现实的孤独中脱离出来 获得短暂的快乐和自由 但他无关于对人的价值的承认 高中毕业后,周深听从父母建议去乌克兰留学学艺 但语言和高难度专业课的双重障碍让他不得不放弃 值钱的金钱和时间被浪费掉了 周深把学音乐看作一条最后的后路 或许学成之后,自己还可以去做一个音乐老师 刚刚孤注一致转学到乌克兰利沃夫国利利谢科音乐科学院 周深就失声了,他换上声代小节 一句话说五个字,拓音三个字 绝望到你没有办法了 刚转到音乐学院就失声了 这是多可怕的一个事情 难过的时候,他开始重听自己以卡布勒为昵称 在直播间里唱的那些歌 哇塞,卡布勒,你真的之前不知道你有多么好的一个天赋 你不知道你唱歌居然是好听的 大半年后,声代小节恢复了 周深又可以唱歌了 那一下就感觉自己好像被放了一马 他开始承认,自己视而复得的声音是一件珍贵的东西 至少对自己来说,对别人而言呢 周深不敢确定,一路走来 他收到的否定和赞美一样多 即使他反复强调自己唱歌用的就是本来的嗓音 还是有很多人下意识地把它归类为反串歌手 我自己也问过我自己 如果我的声音是放在一个女生的身上 大家会觉得他好听吗 周深获得了一次验证的机会 2016年,他参加了蒙面唱江猜猜猜猜 这是一个需要歌手全副武装隐藏自己真实身份匿名唱歌的节目 节目组给他提供了面具 将发,高跟鞋和薄纱质感的连衣裙 想要证明自己并不是反串歌手 周深却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洋娃娃式的女生 化妆师,他让化妆师遮掉自己脖子上的痣 因为担心妈妈在电视上认出自己 会难过,不出意料的 这还是一个没能通关走完全程的节目 但周深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看到观众单纯客观评价他的歌声 我看到很多弹幕 说这个声音好好听 啦,我觉得好吧 我觉得这是最直接 也是我最喜欢的评价 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里面 由现在的周深讲出来 一切过程都像只是趣事 他可以把自己之前的窘迫奖的妙趣横生 那时候在舞台上唱歌,哪里顾得上什么表现力 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不要紧张到发抖 他声色并貌地模仿自己第一次在大型典礼上唱歌时紧张到唱破了印 台下立马有人挑了下眉 站在台上的他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如今说起来是自嘲 但他会一直记得这些瞬间 周深身边的朋友明白他当时一直处在一种妄自菲薄的状态里 嘴上最常说的话就是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行 这样的情况永远在发生 记得朋友们给他数着数 再说一次罚你五百块钱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周深当时每天都得付给朋友们一大笔钱 周深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一直没办法改变 他永远被一种亏欠感包裹着 隐约跟他说 你这个棒壳打开看一下 你自己怀的是一颗夜明珠 你好歹看一眼 最后帮助他打开自己的还是那种亏欠感 周深刚开始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一整期我可能只说了三个字 我当时觉得我真棒 我又没有打断大家的流程 我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但后来 周深发现自己是不是在辜负给自己机会的老师 大家聚到一起录节目 自己一句话不说 是在浪费灯光 浪费舞美 浪费其他人的工作 他意识到 原来表现自己也是一种责任 他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棒壳掰开 每次去录节目 他都会给自己打很久的气 你今天一定要说两句话 我不求多 就两句 归根结底 他希望不辜负别人的信任 也渴望被看到 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 2018年在此参加蒙面歌王时 作为菜评团成员的大张伟 认出了层层面具包裹下的周深 他大喊 周深 你怎么还没红啊 周深一下有种被击中的感觉 他好像确定了自己怀里 那颗夜明珠的光是可以被别人看到的 大张伟老师跟我说的那段话 让我更坚定的要把自己掰开 要努力让自己留在舞台上面 转编不仅仅发生在舞台上 这几年 周深完成了一个给自己扩容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 他是一个体质很弱的人 常常生病感冒 每次录完节目 都会感觉非常疲惫 在聊天软件记录里 搜失眠两个字 记录话都话不到底 周深在节目上也从话最少的人 变成了话最密的人 他特别在意节目效果 担心冷场 会逆着自己的性格 像一条黏鱼一样去活跃气氛 他的行程开始变得越来越忙碌 但病生的反而越来越少 经历越来越旺盛 好像连体质都不一样了 有朋友说 这几年他像从玻璃变成了刚化玻璃 表面看上去还是一样剔透 但实际上 他已经能承担远超于之前的强度和压力 时时刻刻不知道要做什么 或许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但周深知道永远也不会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还是要去做 前段时间 莉莉安一连追了好几部剧 梦华路星汉灿烂 月升沧海苍蓝爵 不得不说 今年剧的质量真的很不错 特别是苍蓝爵 刚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低估他了 越看越上头 直到现在 我还久久沉浸在剧情里 缓不过来 周深的余情一响起 剧情就像洪水一般清晰而来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即使剧不完了 再次听到熟悉的旋律 都能回忆起追剧的快乐时光 说来叶巧 今年追的几部剧中 都有周深的声音 不仅仅是苍蓝爵 驻清好与君出相识这样的古偶仙侠剧 还包括人世间相逢 时节开端这样的时代证据 不得不说 周深歌声的渗透力实在是太强了 而可贵的是 即使如此高频率的出现在各种OST中 周深依然能够很好地消化各类剧集需求 音色与电视剧的适配度之高 百变多样也让人十分佩服 今年年初 腾讯音乐由你榜评选出了十首年度影视OST 竟然有八首都是周深的作品 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剧 还有很多大制作的电影作品 可见 周深在影视配乐这一块 已经做到炉获纯青了 即使占据了80%的影视音乐市场 它也并没有让人觉得厌烦 实际上 周深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 也为电影加分了许多 不然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也不会邀请他包揽全部歌曲 迄今为止 似乎没有一位歌手 会承包整部电影的配乐工作 这对周深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电影的监制 刘童却甘愿为此冒险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还在于对其声音的青睐与信赖 心理温和 感情分配 我想这也是众多影视OST 原生带悬态的原因 究竟要如何演绎 才能既烘托电影氛围 又不让观众觉得单调乏味 在这其中 刘童夸赞周深 他是在统一中做到不统一 有那种特别细微的情感变化 我觉得非常的妙 业界认可 观众喜爱 周深的音乐事业 其实没什么外在压力 但即使这样 我的内心依然为他感到担忧 毕竟 OST歌手似乎没什么可说的 周深做的已经够好了 但我的私心却希望他不止于此 细想一下 如果让你列举周深的代表作 你能说出几首 我能想到的只有大鱼 可这首歌也是电影 大鱼海棠的主题曲 除去OST和翻唱 周深似乎真的找不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歌曲代表作了 而在深入戏究 周深上一张专辑 也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还是2017年的深的深 虽然这些年他没闲着 各种音乐综艺连轴转 唱的歌也不少 但总感觉差点什么 我想这差的就是一张能展现他个人特色的专辑 当然 想要做一张高质量专辑 并不容易 中口难调 想要令所有人满意 更是难上加难 纵观如今整个音乐市场 形势单调 快餐是音乐充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听众是否能够接受一张概念新颖 思维深度的作品 这尚且是一个未知数 就拿周杰伦刚发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来说 万众瞩目 忠望所归 也不代表无与伦比 即使周杰伦这样的地位 都由人挑刺 更别说像周深这样以唱为主的歌手 在被推向市场之前 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质疑和批评 所以 对于周深来说 冲破现状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周深目前的问题 不在于唱和表演 而在于输出音乐思想 实际上 能够包揽那么多影视OST 说明它不愁资源和流量 但若能更好地利用手里的资源 去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 我相信它能更上一层楼 我不希望别人再提到周深 说的是唱某某电视剧主题曲的歌手 而是具体到某首歌曲 某张专辑 永远活在OST的剧情里 我们记住的只是故事里的声音